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慧玲妈妈是一位个性保守的人 所以不擅长用语言来赞美孩子 这天文悦很开心地回到家里 妈 我来了 你看我老一百万哦 很好啊 那赶快去洗手准备吃饭吧 不然呢 晚餐后 文悦贴心地主动帮妈妈收拾餐桌 喂 文悦等一下 喂 妈 我已经坐好家室了 你坐家室我很开心 不过下次擦桌子的时候 这个要折好再来擦 还有啊 桌子也要靠好 事情不要只有做一半好吗 好 我真的不要跟你坐家室 你是否也有同样的困扰 明明想要赞美孩子 可是却说不出口呢 爸爸妈妈们别再烦恼了 就让今天的幸福专家 来传授大家最实用的赞美技巧吧 哇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呢 真的和过年的气氛很搭哦 因为我们要讨论赞美的艺术 就是要口说好话嘛 我们先来看看 现场的好朋友有哪些呢 先欢迎幸福专家 吴俊宇老师 耶 大家好 吴俊宇老师 幽默风趣 擅长以寓教娱乐的方式 带领亲子共同学习 一起成长 可爱的惠玲老师 王惠玲 台北市西元国小老师 任教27年 教学经验丰富 是孩子和家长之间 最佳的沟通桥梁 还有六位爸爸妈妈代表 现场可爱的小孩 你们是哪个学校的啊 古党国小 小孩这么有精神呢 那我们来看看哦 不知道爸爸妈妈们 在家里最常对小孩 说的赞美的话是什么呢 孩子 你好可爱哦 越看你越爱 我来抱抱你 当我的孩子在写功课的时候呢 我会跟他讲说 你的字越写越漂亮哦 哇 你好厉害哦 这个很难耶 你做到了 真的很棒耶 我会给他一个大大的友报 然后在他脸上亲一下 宝贝 你真是太厉害了 太棒了 这么难的作品 都可以做得这么好哦 两个都做得不错 加油 哇 大年初二口 说好话 老师 觉得刚刚 爸爸妈妈们的赞美怎么样 这个发现很有趣 我们都很爱我们的孩子 也乐意去帮助他 发现自己来成长 这是对的 只是有时候赞美的时候 口气 语调 表情 不搭 不搭 我觉得那个赞美 就是要具体化 如果我们只是赞美小朋友的外观 长得好 长得漂亮 长得帅 这个是天生父母给予的 而不是小孩子自己努力的 所以我们要赞美的是他的能力 他的表现 很重要的是 你的眼神跟肢体 一定要搭配哦 千万不要像刚才的这个 影片当中的 就完全没有跟你的小孩子 有任何的交集 那小朋友就会心灰意冷 可是我刚刚是发现 爸爸妈妈的词 蛮少的 真好啊 好棒啊 就这种 感觉蛮多的 先问小孩来来来来 来 请问哦 常常听到人家赞美你的小朋友 请打圈 蛮少听到的人 请打叉 我做的是那个很少被别人赞美 所以就想说很少人赞美我 就不太喜欢了 那你不喜欢人家赞美你还是喜欢 嗯 太好 常常听到人家赞美的 哦 东泽 说说看 通常别人都是我非常的帅 说你非常的帅 好 那你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非常的好 因为别人赞美我就会觉得非常开心 你觉得自己很帅嘛对不对 好 看着帅他觉得很好 好 蛮喜欢听到人家说赞美的人打圈 敏诚说看 没有很喜欢 为什么 因为有些人的赞美都是很假 例如 就是比如说 他无聊的时候 他就会来说什么 你很帅之类的话 所以你觉得他的赞美不是真心的 所以你也不想听 嗯 君老师 是 我们以前没想过 小孩有可能觉得我们的赞美 假假的 所以刚刚慧玲老师也讲得很好 她说要身心合一给孩子相信嘛 嗯 所以一般在沟通上我们不常讲说 肢体源占55重要性 语调占38 嗯 然后内容才占7 所以讲的那个话 如果不对的时候小孩是没有办法相信 他就觉得对他没有帮助 比如说 我爱你哦 那孩子就哪有爱 根本没有 嗯 我爱你哦 比较大声哦 我告诉你 我爱你哦 没有人会相信 好可怕的爱哦 所以最棒的是 耶 好爱你耶 那个肢体动作 那个整个是由衷而散 出来他会相信 好爱你 刚刚觉得 娟玲老师是真心爱你的人 打圈 好 大部分还是 觉得您是真的 军老师 小姨姨 一趴死了 一趴死了 好我们来问看哦 你看 这边呢 是我们做的调查 我们发现呢 常常听到别人赞美的小孩 其实只有16% 其实53%是偶尔 然后我就看到这个 没有跟很少的 31%哦 你的爸妈妈 最常因为什么是赞美你 很细心 自动自发 做家事 帮助别人 但是其实最多的是考试 跟做家事 如果你表现得很好 可是爸妈却没有赞美你 你的心情是 69%是没有差别 然后呢 很伤心 很生气的也有 老师 这个数据里面 有一个暗示 对不对 对 就是说他会伤心 他会生气 代表他是有感觉的小孩 那家里面本来互动 就是要有感觉啊 那个已经没差别 那就很可惜 所以爸爸妈妈 要看得懂孩子的肢体 反应感受 要看出来他有需要 所以你类似说 这69% 其实应该也是很想要的吗 他只是不知道可以要 从小就没有 享受过被赞美的乐趣 那很可惜啊 还是说他只是掩饰 我没差 对 可是其实他心里 对 也有可能 对 也有可能 那我们就要问妈妈了 在家里其实我是比较严格的妈妈 但是呢 有些时候我觉得 适度的要给他拥抱 让他觉得说 其实我会坚持他 叫他做要不想做的事情 当他做到的时候 他就会很高兴 然后我很有成就地告诉他 哎呀真的好棒哦 我就这样抱他一下 我就会这样子告诉他 因为我两个都是女儿嘛 如果功课 像字写漂亮的话 我就说 写不错 我比宝宝都还漂亮 所以现场的宝宝妈妈觉得赞美很重要的人打拳 人家都觉得很重要 对 所以娟宇老师 是 重要在哪里 透过妈妈爸爸 能够启发他的善良啦 智慧啦 成长啊 那是很重要 所以赞美就是为了加强他的自信跟潜力 对没错 其实就是自信心的提升 他觉得说我是一个有用的人 而且啊 常常在接受赞美的小孩子 其实他也会懂得去欣赏别人的优点 而不是去抓别人的小错 但是如果大家都觉得赞美这么重要 可是老师 怎么刚刚赞美的台词这么少啊 我跟你讲 这个因为从小他的爸爸妈妈 不然你问一句啊 你爸爸妈妈常会赞美你的执手 好 常常小时候就被爸爸妈妈赞美的 蛮多的人请打圈 全部都打他 小时候啊 妈妈总是那个也是好像很怕说 如果今天赞美我们啊 好像那种比较传统的观念 就是好像不好的地方会提出来纠正 但是只要看到你好的地方 比较吝啬赞美 对 那你现在自己不这么觉得吗 当然啊 觉得说我们如果说在骂小的时候 他当然他就很沮丧的脸 我们也跟着很沮丧 给他一句赞美啊 他就会蜜蜜笑啊 就是好像 其实他内心是很开心的 我们就会觉得也很开心 就觉得说 其实鼓励他让他有正向 他会下次做得更好 所以俊宇老师 我们词这么少 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以前的接受很少 没有学到怎么去赞美人 但是现在的爸爸妈妈也很可爱 是努力要去学赞美孩子 可是有的太过了 那现在既然我们都知道赞美这么重要哦 那我们就要来测测大家哦 你的赞美说对了吗 哦这个呢 其实呢 是在美国呢 一个史丹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呢 叫做卡罗迪克呢 他研究出来的测验哦 老师请 如果你给孩子一个可以独立完成的拼图 当孩子完成拼图之后 你会怎么赞美他呢 好 我们先看 爸爸妈妈这边 您会给他这个第一个赞美 你好聪明哦 你一定有这方面的天分 然后你会给他逼 你一定是很努力才能顺利完成的 就举逼 3A 3B 刚好一半一半 好 这边先等一下 我们要问小孩了 小孩准备咯 小孩你们比较喜欢听到 A 你好聪明哦 你一定有这方面的天分的人 请打圈 然后你喜欢听到B 你一定是很努力 才能顺利完成的人 请打岔 喜欢听到A的人为什么 谁要说说看 因为这样子比较有成就 能自己完成这么难的拼图 那你不喜欢B吗 B就是感觉会让自己很丢脸 还在门一点 这样吗 好 我们看看 为什么你会选B的答案 东泽 A就觉得你刚开始就已经非常厉害 可是B就假装原本你没有这方面的天分 可是因为你尽全力所以完成了 要选A还是选B啊 这有标准答案吗 还是 如果你要交出一个有用的成功的孩子 应该是第二 如果你要交出一个以后就是自以为了不起 然后反正就自以为是那种小孩 那就选这个 为什么选B跟选A有这么大差距吗 好 潜意识的答案在里面 你如果说你好聪明哦 你的的时候夸大了这个孩子的厉害 所以他自以为我就是这么厉害 我聪明 聪明什么鉴定 但是如果是这个是 B的时候 看得清楚是一个过程 是一个努力的过程 他那个态度 他态度真的很认心 认真去把它做对 这个比更 比这个更好 所以很好的一句话叫 努力比聪明更重要 其实小孩心里觉得不管怎样 有赞美 总是比没有好 所以这也就是小孩子 他们心里很苦的地方 他不知道什么对他会是最好的赞美 他们在盲目的糖果的那种感觉里面 耶 我好棒 就失去了努力的动力 所以是我们没有挑对话讲 是不是这样讲 我没有在怪妈妈爸爸 是你说的 不是我说的 所以 其实这个很少 跟没有的 这占31%的小孩 他们在心里应该是蛮渴望 当然人都渴望被鼓励 赞美肯定 这是一定的 凡是人类都会希望自己 做一个越来越好的人 做一个开心快乐的自己 所以旁边有人来支持你 鼓励你 给你掌声 那该有多少 好 那我们现在都觉得 这个赞美的话蛮重要的 对不对 测验看看 看看我们还有多少地方要加强 或是我们本来就还不错 状况提来了 眷宇老师要考考现场的爸爸妈妈们 如果有一天您下班回到家 坐在沙发上 孩子马上到时给您喝 但是您却发现 孩子把臭袜子忘在沙发上了 这时您会怎么做呢 敬宝爸爸的赞美是 做事情要一步一步来 先将东西放好 再做别的事哦 文娟妈妈会说 妹妹 妈咪觉得这杯水 好像有点味道耶 但是还是很谢谢你 倒水给妈咪喝哦 家美妈妈的赞美是 谢谢你帮我倒水 不过要麻烦你把袜子拿去洗衣篮 才是妈妈棒棒的乖小孩 雅惠妈妈会说 哎呀 这个袜子是谁的 是要搭配水用的吗 静如妈妈会说 你是个贴心的孩子 如果卫生习惯可以改善 就更完美咯 佩金妈妈的赞美是 谢谢你的开水 让我很高兴 可以请你将加料的香香袜 拿到他该去的地方吗 小朋友来哦 票选票选 好了 最喜欢的是 爸爸的答案的人 请打圈 有两个人耶 喜欢文娟妈咪的 这个说法 小朋友请打圈 还好 目前还没有支持票数 喜欢家美妈咪的 请打圈 拉票 有三个人选耶 比较不会很严肃 我看不出来你这么用的人 喜欢听棒棒棒 乖小孩这个词 所以外表跟内在 不是符合的哦 好 了解 来 喜欢雅惠妈咪说 这个袜子是要配水喝的吗 打圈 有谁 一个 韦杰为什么爱这个 因为听了会笑 对 喜欢镜如帽姨说 你是一个贴心的孩子 但是如果卫生习惯可以改善 就更完美咯 喜欢这个人 打圈 我要来问 觉得自己很帅的 东泽 为什么喜欢这个答案 因为刚开始听讲很开心 可是到处还是要纠正错误的地方 所以你赞成妈妈重心 对 原来人长得帅头脑也很好 对 好 玉琴说说看 为什么 选择答案 因为妈妈也是常常这样子对我说 她会先赞美你 会 然后再纠正你 对 你喜欢这个feel 喜欢 我看得出来 那谁要投一号妈妈一票 要投的人打圈 谁 我 有耶 因为妈妈平常也会这么对我说 也是赞美你一下 对 然后也希望你再改 对 我建议的答案是 简单 饿药 而且直接了当 就是论事 谢谢你这杯水 那这个袜子 来 拜托 Yes 拿去 Yeah Good 谢谢配合 谢谢合作 就是后面那个是她该做的负责任的事 请你拿去 就让她直接去做 那你做的对的这件 拿水给我喝 很谢谢你 所以那是两件事 不要混在一起 先肯定再否定 那小孩就 到底你是要夸奖我 还是要责备我 可以接受的人打圈 千万多 韩兽 过年的好礼物 我想问问在座的小朋友 如果你能把妈妈常跟你赞美以后 但是会加上一个 但是 请问你会不会常常想说 妈妈现在赞美我 等一下一定是要纠正我 你会不会这样想 会这样想的人打圈 所以大家都会觉得 前面先赞美 后面但是不好啊 对 所以一定要分得很清楚 千万不要把赞美跟指责放在一块 对 不然小朋友一定会想到 我知道啦 等一下一定要说我不好啊 还是有听过一些赞美 我们觉得 真的是在赞美我吗 我有一种纳闷的感觉 对不对 谁要 说说看 有些人就说 哇 兄人你长得真高 可是我本来身高 就不是很高 东德站起来 你站在这里就跟我差不多 所以你类似说 当人家说你很高的时候 你就有一种 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感觉是不是真的 我不会这样讲的 我会说 我相信你未来会长高 这样有会比较好一点 对 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谢谢 谢谢 好 我通常考试都考了第二名 然后妈妈就会说 再加油一点 就离第一名很近的 所以是被赞美你考第二名 还是叫你赶快考第一名 你知道是哪一个吗 不知道 那这样算是赞美你吗 你觉得 可能算是 也可能不算是 我记得我有考第一名的时候 我爸爸就跟我说 考第一名啊 你不要太骄傲 你要下次得考第一名 那才比较厉害 对 我以前小时候也常听过 现在考第一名也没什么 要下次还考第一名 你才是厉害的 这上我有一种 这不叫赞美 感觉被浇冷水的感觉 对 军老师 所以刚刚那位同学 陈同学 做第二名 他说他考第二名 然后爸爸说 距离第一名不远了 对不对 这句话如果从幽默角度来看 也还算不错 对 如果他身心成熟到够可以承受 但是如果一个小孩来看 他会感到很矛盾 我已经努力了 我还有一个第一名的责任在那里 压力会很大 那怎么换这句话会比较好 宝贝你考第二名了 你已经尽力了 不错 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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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们有千千万万个期许 不用再讲了 他自然 你不用再讲了 你不用再讲了 不用 你们就知道了 就知道了 我们不用再说 希望你下次考第一种 不用讲了 对 就是现在的事就现在了结 你现在考来的成绩分数 不错 很不错 你已经尽力就好了 不要一直讲到说 我相信你怎样 那他会又感到下一个压力 好 那慧老师告诉我们 赞美的大忌是什么 第一 就是我刚刚说的 那种天生的 不要赞美 要他后天的努力的 他才知道说 我要靠我的努力才有成 那第二个呢 很抽象 你好棒哦 你好聪明哦 你好乖哦 不懂 到底我做了什么事情很乖 我做了什么事情很棒 不了解 所以要具体化 所以像刚才有爸妈说 哇 你这个字写得好美啊 比上市进步了 像这样子 第三个呢 不要批评加赞美 你像刚说的 不要但是 对 你考第二名好棒哦 但是 接着要考第一名哦 是这种 哇 小孩子就会很糊涂了 到底你在赞美我 还是在批评我呢 哦 所以我们虽然都已经知道 要赞美了哦 但是我们还是要注意 不要犯了这几个大忌 嗯 然后还有一些细节呢 我们就来看看 今天的幸福一点零 要教我们什么呢 很多爸爸妈妈都不知道 要如何说出赞美的话 来鼓励孩子 惠林妈妈为了拉近 和孩子之间的距离 努力学习赞美的技巧 今天就要和大家来分享 她的努力心得哦 赞美别人真的是需要练习的 惠林妈妈经过多次 沙盘演练之后 整理出三个诀窍 就是及时 真诚 具体 你好棒哦 我是冬姿 帮帮我折衣服耶 真是太棒了 谢谢 有句话说 给气氛表现的孩子 12分的赞美 尽管孩子的表现 并没有达到100分 惠林妈妈 还是会先赞美孩子的行为 然后告诉孩子 需要改善的地方 最后再对孩子的整体表现 给予正向的肯定 孙玥 你刚刚帮我特地 我真的很开心哦 不过你还是忘了把头发放回原味 下次要记得哦 不过你还是很棒的啦 谢谢你 那我下次会注意的 没关系 两位老师 给我们在这个赞美这件事情上呢 做一点关键性的提醒 军玥老师 我的建议就是说 你们也要学会去赞美你的爸爸妈妈 嗯 这样知道吧 不能每次都等着 那个雨水来滋润我的心灵 嗯 你也要回馈 拿一点雨水 让妈妈爸爸去成长 这样好不好 嗯 好 所以小孩也要练习 大人也要加油 好 其实赞美是一个非常神奇的魔法哦 像我现在在焦绝现场就一个小朋友 他以前什么都不好 但是因为哦 有一件事情让他很突出 然后我们赞美他以后 他竟然在别的领域上表现优异 原来赞美的地方 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开始表现优异 所以赞美非常的神奇 然后呢 其实赞美呢 可以做模仿哦 有时候爸爸妈妈其实可以讨赞美 跟小朋友讨赞美 今天烫了一个头 小朋友来了说 孩子赞美一下吧 哦 小朋友就会想 我要赞美妈妈 我要赞美爸爸 就是讨赞美让他互相练习 在模仿当中 让孩子学会练习 如果您口头上觉得自己辞着 其实书面的赞美也是一种好方法 所以说到这里 我们还是要讲 赞美真的好重要哦 有智慧的赞美 常常练习的赞美 可能就会让您自己 也会让小孩越来越进步哦 所以最后我要祝福大家 相信我们都是有潜力的人 我们一定要好好加油哦 新年快乐哦 谢谢大家 谢谢 幸福啊 有没有一点痕迹 原来幸福有一本联络簿 记录生活天地不马虎 用心捧出花草玉露 简单的快乐 收心我的猪 原来幸福有一本联络簿 欢迎你随时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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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